反核四 民进党大佬统统站出来走上街头 看起来气氛是蛮团结的 不过这党内为了要台北市长选举要提名谁 到现在还是搞不定 对于柯文哲他提出了在野大联盟更是没有地论 不过柯文哲今天在游行场啊 换个方式来喊话 要政治人物对核四明确表态 似乎呢是想要找出里面相同的人来相挺他 绿营要脚排排站反核四不缺席 看似细分很团结 不过党内才为了台北市长选举整合摆不平 至今没有下文 眼看民进党还在瞧 柯文哲也只能走自己的路 等下这么大会不会冷 还好 还好 柯文哲一个人走在游行队伍后头 被雨淋的全身是搭搭 柯文哲虽然不冷 但要怎么跟民进党合作 拖了半天还没确定 特别获选比较心坦 只能换个方式喊话 今年是选举人嘛 也要拜托媒体 明确的去追问每一个候选人嘛 对于这个核四问题 每一个都要正确 要明白的表态 你不可以说嘴巴说我反核啊 然后再立法一头赞成票啊 不然就说那个什么没有核电安全啊 我们就不会营运 其实都要讲屁话嘛 想找里面相同的人 到时候听 但同样是游行场合 柯苏两拳 王不见王 柯文哲的战役大联盟 要发挥效力 恐怕还有待努力 记得郭欣洋 李冠志 SNG小组 台北参谋报道